4月17日凌晨,朋友一岁一个月的儿子感冒发烧,经医生检查是普通的感冒发烧,开药后出院,孩子发烧症状明显,额头发烫,嘴唇干涩红肿,啼哭不止,但无咳嗽现象,经咨询确定用原始点方法处理,暂不服用药物。 处理过程,一,指腹轻腹耳后及整骨下颜原始点,幼儿提枯加剧并躲避,判断使疼痛感强烈导致,所以暂停按推,以温肤为主。 温肤时多条毛巾隆患,微拨30秒肤头部,并用红豆袋肤背部,在大枯变为间歇抽屉时,改为温肤与轻腹背部肩胛骨内侧原始点交替使用。 二,前后四小时温肤及按推过程中,淡浆汤、参汤对在一起,温热胃浮约180毫升,并喂食少量小点劲,自发烧开始便无正常饮食,此时表现出较强烈饥饿感。 三,晚上回家后不久便退烧,夜里睡得很好,次日继续温肤,轻抚头部背部原始点,并喂服100毫升淡浆参汤。 孩子神情气爽,两眼有神,笑容满面,在房间里蹒跚走步,笑声不断,完全康复。 孩子神情气爽,两眼有神,笑容满面,在房间里蹒跚走步,笑容满面,在房间里蹒跚走步,笑容满面,在房间里蹒跚走步,笑容满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